大家好,我是Snoopy 是家道理農場企植物園的莫迷徒師 今天想向各位示範一下 如何稍花心思 就可以將一件回收廢物轉發成有用的手機座 家道理農場企植物園是香港的一個保育機構 園裏面有很多不同品種的樹木 為了要維持生態健康、職員和遊客的安全 需要經常收緝樹木 因此就會有大量的回收木材 我們會選擇其中狀態良好的木材 盡量改造成有用的製品 以收循環再生之效 今天我們要用一個工具很簡單 就是一把木工腳 一把角尺 一支圓骨 一支圓骨 再加一張砂紙 當我們要剁磨一件工件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用工具把它夾緊的 今天我們就用了一個平口鉗 至於平口鉗我們都需要把它固定的 今天我們就用了一個丁字甲 左右兩邊都把它夾緊 這樣就安全可靠 今天的工具是涉及兩個不同的鋸的方向 一個就是我們往下鋸 另一個就是打滑鋸 最後我們就把鋸好部分 即是這塊把它拿開 剩下來就是我們要的手機座 所以我們首先要做的事 就是要在一件工件上面 先定好鋸位 即是我們要畫兩條界 好 第一條界 我們就在這裏 我們要畫了一條圓筆線 等到我們待會下鋸的時候 我們要先用這裏 這個就是往下界的方向 另外我們要做一個這樣打橫切過來的 所以我們把它這樣擺好 然後我們在這裏又畫一條圓筆線 這樣就可以了 讓我們知道要在某一個位置 然後 腳下來的那一刻不是直下的 而是斜斜地向這邊 所以我們又要畫另一條線 好了 三條圓筆線 我們已經定好位置 接著我們就可以割鋸了 在我們開始鋸的時候 在每一條鋸線的前端和後端 割造一個切口 那就方便我們容易鋸開一條直線 接下來我們就做一個橫切的動作 在我們進行這個橫切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要記住這個鋸的方向是微微的 向內和向下一路鋸下去 方便做出一個向下斜的平台 一會兒我們就可以把電話很平穩地放在這裏 接著最後就是一個打磨的程序 我們用沙紙 將剛才的切口 盡量將它 將它硬坦坦坦的地方 把它磨走 用沙紙打磨的時候 我們需要把手套脫掉 因為我們需要用手感去觸摸 一個木片 看看是否打磨得完美 每一個面我們都需要充分打磨 令到它保持平滑 最後我們用手 去沿著邊緣的地方 摸一摸 看看有沒有慘手的地方 假如有的時候 我就用沙紙去修改一下它 幾下動作就做了一個電話架出來 大家假如願意花心思 可能你們都一樣可以做到精美的產品 今天的介紹我們就來到這裏 希望大家都覺得有用 再見 透明畫面 請大家下次見 訂閱